大家好,又是我大汗推車 這一集想和大家集中說一下馬,就是武將騎馬 和其他裝備一樣,分等級和顏色,有藍色、紫色、橙色和紅色 如何打呢?我不小說,只是打馬賊,越打高等級就會有越高品質的碎片,組合就會變成一隻馬 不過,哪隻武將用哪隻馬都有學問,這次我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大家會知道,官方都蠻幫助科長,因為想人科金,賺多點錢,做了少少的配合,令到他們的紅馬特別厲害 到現在這個版本為止,其實只有10隻馬,藍馬就不特別講,因為都沒什麼人用 最主要我就是講紫色和橙色四隻馬,如果你是大科長的話,都不會看我的視頻 因為紅馬我不會特別講解,因為一定是厲害很多 但是為什麼有三隻紫色馬和一隻橙色馬,我就會慢慢講解 但是這四隻馬都有很多人用,所以大家記得聽一聽 第一隻馬就是黃標馬,在戰鬥開始之後,自身的統率永久提高2.4% 還有再加閃避普通攻擊,就可以知道一定是前排統率武將才用 前排統率武將來來去都是那兩隻,一隻是公孫贊,另一隻是董卓,大家看看給誰用 第二隻就是紫色的智力馬,實質這個名字我都不太懂得怎麼讀 大家如果懂的話,教教我吧 它的技能大家一看下去就知道是超級適合國家用的 因為戰鬥開始之後,自身的智力永久提高2.4% 普攻也有機率令對方協戰 大家再去看看國家的技能就知道了,如果對方是在協戰中,就會有兩倍傷害 所以這隻馬都可以說是專給國家用的 一開始我也有說,有利就有幣,大家聽下去之後我會一次過講解 到第三隻馬了,就是紫色的武力馬,當然就是加武力 加完武力之外,就可以幫其他有軍增加傷害,但只有5秒,並且無法疊加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需要的話,可以放一隻在隊伍中,令到我們一開始打大力的傷害 第四隻就是我們唯一一隻橙馬,我會用多一點時間來講 因為他除了加武力之外,如果你的馬高級過人家的馬,即是用紫色馬的話 你的暴擊也會增加,以及人家打你的暴擊就會減少,變相你就會越頂得 講到這裡,大家就覺得官方是很巧妙的 譬如馬超召魂,一定是用這隻橙色馬的 那公孫讚用哪隻好呢? 有一些朋友是喜歡用紫色馬,因為可以加統率,並且可以有閃避 但就會被人家的橙色馬欺負,因為人家打你的暴擊會增加 也有另一邊說法,就是用橙色馬,因為橙色馬的基本屬性是高一點的 所以如果大家都一樣是20級的話,閃避差不多差2%,就可以彌補這個被人欺負的現象 除了公孫讚之外,國家都不知道用哪隻馬好 因為紫色馬可以加智力,令他的傷害大力一點 但橙色馬就可以增加他的攻速 而我現在都是用一個較穩的打法 我只有國家一隻是用紫色馬,其他都是用橙色馬 嘩,今次厲害了,說到我沒有影片了 下一集我會說馬具,以及怎樣可以令到我們盡快增加我們的糧草 升到我們變成所有馬是20級,大家密切留意 大家記得訂閱我,按鈴鈴,下次再看,拜拜!